人生为的是什么 黄昏夕阳照蚕红 多少繁华尽其中 一片青筹振振颂 几番岁月逝匆匆 眼望眷鸟归临从 皆探众生茫茫 醉春梦 人生不满百 常怀千岁幽 在这滚滚红尘里 人们只因为无名 而产生了千千万万的牵挂 一圈一圈 一层一层的 把心牢牢给拴住了 多数人生活的目的 完全陷入一片对过去 现在跟未来的茫然和错觉里 而无暇去探讨 生命真正的意义何在 于是有了贪 有了因果轮回 有了生生死死 永无止息的浮沉 什么是无名呢 在众生心中 凡执着于一切形象的有无 而计较 分别 所产生 让人无法清静 自在 解脱的种种念头 就叫做无名 而由于个人的爱愁与执着 所产生的无名 便是众生 生死轮转不止的主因 所以 徒儿们切记 凡事不要随境攀缘 否则产生了执着 心智便无法启发了 要知道 爱河千尺浪 虎海万重波 人一生执着 就无法自在了呀 其实 人生如戏 倘若 衣裳瘫痪 君不见 曾几何时 有人赫赫烈烈 曾几何时 有人草草生死 人生无常 无常的世间 虚化幻境 徒儿们 要能够看清 无常的本相 才能试透 这一场梦 而人 往往像假的 有形象的 去追求 殊不知 戏无常 一道 纵然是 王侯将相 爵位多么高 福禄 多么大 最后 都如海事 渗流一般 空患一场 然而 徒儿们 若是在这 虚化 假景当中 邯郸 梦不醒 那么 你此生 此世 将被命运 牵着走 心 不能够 转寂 而真善美 的人生 乃是 要你能够用 般若妙智慧 去探透 人生的无常 而不只是 去追求 眼前的美景 因为 一切的美景 都会随着 无情的岁月 而消失 你们看看 古来的 英雄豪杰 有几个 能够 占得胜 无情的 岁月呢 你们 又可曾 想过 当这一场 戏 唱完之后 你们的灵性 又要搬家 到哪里呢 既然 端端的生命 无法 构言 有智慧 有智慧的人 都会借着 短暂的生命 来开创 永恒的盛业 所以 人生的可贵 乃在于 寻求一个 永久的 归宿 是不是 世 世事 浮华 瞬间 飘零 一代英明 买荒 庄 人生 自古 谁无死 留取 丹西 赵白 如何能清静 自在 解脱 世人 之所以 会觉得 人生 很苦 就是因为 对生命的 究竟 参悟不透 对生死的 认知 模糊 不清 而更重要的是 贪求 不足的 忘心 徒儿们要知道 一切 苦的根源 就是 对世间的 假紧 贪欲不水 欲多 则 烦恼便多 欲多 则 贪求 也多 求 而不可得 则 生怨 怨生 则 苦 恼致 所以 我们修道人 当乐道安平 以追求智慧为药物